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都这么黑了 他们俩怎么还不回来 玉京 坚持住 吴道 怎么了 怎么回事 她一整天都好好的 突然就昏倒了 不是吃了解药了吗 怎么会这样 吴道 那解药 那解药怎么了 吴道 不要怪任何人 是我的主意 你的主意 什么意思 阿神能手卷上记载 石油鸣的妖毒 根本无药可解 我配的 我配的那味解药 真能维持我一天的生命 吴道你听我说 我 我不让沐连结告诉你 只是 想跟你开开心心的 玩一天 不 不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的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的 不 吴道 听我说 你答应我 我不在的时候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答应我 答应我 牧连姐 玉天 我把这个还给你 这本来就是你们相爱的信物 被我霸占了很久 我现在把它还给你 等于把悟道也一并还给你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你答应过我的 你发过誓的 玉天 谢谢 别这样 笑一个 平时你就不笑 我想看到你笑 我不想你不开心 我想让你笑 你要开开心心的火 笑一个 这个 就算是为了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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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够回到从前 但愿少爱你一点 岁月曾代变容颜 我对你多年同意恨 你看海 你看天 就是不看我的眼 是否发现爱在你身边 我等待我无怨 累了还不愿离开 奢望终有一天你明白 风慢慢吹 吹开窗簾 有许多花又无言 风慢慢吹 吹开窗簾 我们之前 却有点近有点远 岁月曾改变容颜 我对你多年同意恨 你看海 你看天 就是不看我的眼 是否发现爱在你身边 我等待我无奈 累了还不愿离开 奢望终有一天你明白 鞋柯是个耳朵的 我对你能买 你还不愿离开 这才是不愿离 你信任己 是 你一个人不是他对手 我的事不用你管 吴大 我们联手吧 你们大家为了救雨滴 千里奔波我领情了 你说的条件我都答应了 我们现在谁也不欠谁 就跪我们走 是 是 十公子 你去哪里了 在下特意找了个小宝贝 来献给公主 什么宝贝 拿来看看 这盒子里有一个小人 他可以预知未来 是吗 这么厉害 来 公主 请随我到这边欣赏 公主 请打开 这小人怎么这么像我啊 因为谁先打开这个盒子 他就像谁啊 小人 小人 你能告诉我 我什么时候能一捅三界吗 为什么你的原神还不出来 一魂大法 你要干什么 你要知道我是什么人 幽冥鬼帝 魔族之王 魔音骗了我 这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 是幽冥 如果让我弟父知道 他不会放过你的 就算天地见到我 也要让我散赴你 作传之意 ックる我们 Music 方 外偉 是我的了 羽王鼎也是我的了 大祭司 大祭司 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都城外的几处村庄 不知道何故 突然冒出一群鼠妖 专肯百姓粮食 现在已经毁掉三座村庄了 怎么好好的 会有鼠妖作乱呢 灾情严重吗 禀大祭司 城外几个村庄全都搞急 你师父呢 师父他病了 胡姬已经答应和人族化敌为友 为何妖孽又突然大举霍乱人间呢 大祭司 大事不好 鼠妖把粮食都吃光了 他们现在开始吃人了 都城边那几座村庄 已经被他们徒鲁殆尽 村民们纷纷涌向都城 大祭司 你快拿主意啊 听起 我们去看看 大祭司 你没事吧 我还好 大祭司 如果你感觉不舒服的话 让我和姜涵去吧 我没事 救人要紧 陛下 都城周围妖孽横行 已经毁掉了十几个村庄了 难民们纷纷涌进都城 都城已是人满为患 请大王早早定夺 长此下去恐非吉兆 请陛下速速定夺 好了好了 先让姑想想 让姑想想 陛下 陛下 南海沿岸洪水不断 妖魔趁机兴风作浪 侵扰海边村落 请陛下速速救命震灾呀 为什么全都赶到一块了 仙月大祭司在哪儿 大祭司一个人 也是鞭肠莫及呀 你别胡说 姑被你们搞得头都疼了 陛下 这恐怕是上天市井 妖孽祸国呀 哪儿来的妖孽 你是指姑 还是大祭司 陛下 红年自古就是祸水呀 古不许你在诋毁 姑的仙月 陛下万不可袒护妖孽呀 你说谁是妖孽 你说 陛下若执意袒护仙月 惹得人神供奉恐怕就 恐怕什么 你们还敢废除姑不成 大胆 你们胆敢威逼陛下 跑小王公 好大的胆子 莫爷 你不是病了吗 臣这点小病 和江山设计比起来 又算得了什么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除妖赈灾 不是在这里互相指责 臣都给我退下 是 是 是 走吧 某书 好 是 我 都是 可 应尽的职责 大祈司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看你脸色这么不好 要不要请个郎中看看 没事 我只是有点累 这道主都告急 这两天我们披衣奔波 是有点累 还好 总算是控制住了蜀魂 对了 那明天我们还要去西北视察灾情